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欢迎来到义博士医学讲堂 要学好命理学 就要先了解医学的基础理论 比如阴阳五行 天干地质 八字排断 用神洗击等等 我们录制了这套细柱命理的教程 通过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的讲解 帮助大家能够轻松地进入医学的殿堂 这套视频教程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四周命理学的核心理论 由浅入深,情绪渐进 为大家讲解四周命理的主要理论和概念 第二,详细剖析命格层次 用神洗击流年大运的分析方法 第三,四大实战方向 从家人、健康、财运、婚姻等方面 介绍实战的技巧 第四,介绍性格和运程的综合分析方法 让您更好地了解人性和屈极必凶 同学们,学习命理实施并不难 但是初学者要懂得捕捉重心 跟着这套视频教程来学习 会很容易摸透其中的玄机和翘文 在这套教程中 一老师团队会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 和大家接软 带着大家领略一时的智慧和乐趣 好了,下面就让我们开启这个学习之旅吧 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上节课呢,为大家讲了十天干的阴阳五行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十二地支的所代表的季节 方位和五行阴阳属性 我们经常说的隐阅 也就是增阅 增阅 作为碎首 是从汉武帝开始定的历法 所谓的碎首 就是一年的开始 我们经常说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年呢,是从历春 开始的 历春是春天的开始 也就是一年的开始 注意哈 那新旧两年的分界点 不是在除夕 也不是在春节 很多的年轻人呢 都会搞错 春节 把春节 作为一年的开始 是错误的 历春 才是 一年的开始 春节 是个 节日 是在 每年的 阴历 正月初一 而历春呢 是个 节气 是根据太阳历来的 有可能是在 春节 之前 也有可能 是在 春节 之后 是看 阳历 一般是在 阳历的 二月 五日 左右 有人说 他明明是属 牛的 怎么 批八字的时候 说是属 属呢 就是没有搞清楚 这个分界点的 问题 我们看人的 生肖 属性 不是看 哪一年 而是看 历春 有没有 过 如果 历春 之后 出生 他就是 新的一年的 生肖属性 如果是在 历春 之前 出生呢 就是 属于 前面一年的 生肖属性了 这个要 理解 也要 记住 那么 十二 地之 也就是说 我们的 十二 生肖 就是我们 经常说的 这个 子 丑 淫 卯 臣 嗣 五 胃 生 有 虚 害 注意了 我们 记月份的时候 不是按这个 顺序来记 我们 记月的时候呢 是这样来记的 银卯 成 代表 春天 也就是 农历的 正月 二月 和三月 属于 春天 银 是正月 卯 是二月 晨 是三月 接下来 四五位 是夏天 也就是农历的 四月 五月 和六月 四 就是四月 五 就是五月 卫 是六月 生 有虚 代表的是 秋天 也就是农历的 七月 八月 和九月 生 是七月 有 有 是八月 虚 是九月 亥 子 丑 是冬天 也就是农历的 十月 十一月 和十二月 亥 是十月 子 是十月 也叫冬月 也叫冬月 丑 是十二月 也叫 腊月 其中 每个季节的 最后一个月 也就是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被中央土 这里这个 尘 味 虚 丑 这四个月 是俗 土 分别是在 春 夏 秋 冬的 最后一个月 是 细字 更替 交换的时候 比如 银毛 城 是春天 春天的最后一个月 是三月 也就是 尘月 这个 尘月 它的五行 是属土的 再来看 地支 所代表的 方位 和属性 尘毛 尘 为春天 尘 毛 是东方木 尘 是 羊木 毛 是 阴木 尘 代表 春天 已经马上要进入 夏天了 季节 要交替 所以 它含有 东方 木的 鱼器 我们说是鱼器 但是它的本器 是什么 刚才说了 俗土 对吧 可以这样来理解 陈月的 前面 十五天 是木的 鱼器 做主 后面十五天 是土 做主 接下来呢 四 五 位 属夏天 就是农历的四月 五月 和六月 四 五 为南方火 四 是阴火 五 是阳火 而卫月呢 是农历的 六月 它的本器 属土 因为它是夏季的 最后一部月 拥有火的 鱼器 所以 胃 是灶土 很热的土 前面的十五天 是火 做主 后面的十五天 是土 做主 生 有 虚 是属秋天 也就是 农历的七月 八月 和九月 生有 是西方金 生 是阳金 有 是阴金 虚 它是有西方金的 语气 因为它是秋天的 最后一个月 当然 它是有金的 余气的 虚 也是我们常说的 火库 所以它也是 灶土 也是土 前面的十五天 是金做主 后面的十五天 是土做主 亥 子 丑 是冬天 分别是 农历的 十月 十一月 和 腊月 亥子 是北方水 亥 是阴水 子 是阳水 丑的本气 是土 但是它是有水的 余气 再来看看 陈虚丑味 这个是戏记土 所以每个季节的最后一个月 它的五行呢 都是属土的 陈虚 是阳土 陈 是三月 须 是九月 就是说 三月 九月土 都属于 阳土 有人把 秋天的最后一个月 九月 称之为 小阳春 久久重阳 阳气是 比较旺的 就是这样来的 秋天 还有一个重阳 对不对 又会一个阳气很旺的 也就是这样来的 丑味 是属 阴土 丑 是 辣叶之土 是冻土 非常的 寒式 味土 也是阴土 但是它是比较热的 六月份的 土 从上面 可以看到 地支 也是可以代表季节的 也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说 我们说 饮是初春 一月 毛是中春 二月 成是季春 三月 四是初夏 四月 五是中夏 五月 味 是季夏 六月 生 是初秋 七月 有 是中秋 八月 就是中秋节的中秋 中秋跟中秋 是一个意思的 是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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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 亥是初冬 十一月 是初冬 是冬中 十一月 也叫做冬月 丑 是季冬 十二月 丑 丑 十二月 也叫蜡月 这个是冬月 一年细季 从十二地支的角度来理解它的阴阳属性 五行属性 方位 季节等等 大家一定要下一点功夫 下面呢 我们再通一个图表 来系统 总结一下天干地支的方位 阴阳五行 上节课我们讲了 在医学的方位图里面 在医学的方位图里面 是怎么样 上 南 下 北 下北 左东 右西 对不对 上南 下北 左东 右西 对不对 左东 右西 角度来达 人鬼 北方水 就是在下面 北方是很冷的 所以它是属水 上面 是南 南方是很热的 所以属火 左东 左边是东 你可以想象是 东边的平原 海滴等等 一片生机勃勃 所以它是属木 右西 右边是西 西部是沙漠 黄土高原 矿泉特别丰富的地方 一片黄沙 万物萧条 所以属金 大家可以 结合这个图来理解它 就会更加容易记住 顺便也复习了一下 上一节课的内容 假以 东方木 丙丁 南方火 雾极 中央土 耕心 西方金 人鬼 北方水 这是十天干 这是十天干 代表的方位 季节 阴阳五行属性 那么十二地支呢 来我们看这里 银毛尘 属东方 代表的是春天 五行是属木 银毛属木 银是羊木 毛是樱木 尘 属土 属土 四五位 属南方 代表的是夏天 属火 四是阴火 五是阳火 魏 是樱土 生有虚 世俗 西方 代表的是秋天 属金 生 是阳金 生 有 有 是阴金 虚 是阳土 太子丑 代表的是北方 和冬天 太是阴水 子 子 是阳水 丑 是阴土 你看啊 每个季节 最后个月 都是属土 臣 未 虚 丑 属土 代表的是季节的 转换 也叫做 四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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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财富的密码 拥有财库的人 一般来说 比较能够存钱 臣 是村土 村 是属木 所以 臣是有木的 语气 臣呢 也是水库 收藏着冬水之库 位 是下土 下 属火 所以 位呢 拥有 火的 语气 位 也是 木库 春天的木 到了夏天 已经成材 就会给收藏起来 虚 是秋土 秋 属金 所以 虚 拥有 金的 鱼气 虚 也是火库 夏天的火 到了秋天 就会慢慢的熄灭 变落 就应该把火种 给收藏起来 所以呢 也是火库 丑 丑 是冬土 冬 属水 所以 丑 是拥有水的 鱼气 丑 也是金库 鱼 我们说 秋收 冬藏 秋天收获的 金黄色的麦子 大骨 水果等等 到了冬天 就会收藏起来 作为一年的丰收 所以 这个叫做金库 好的 这一节课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